嘿 大家好 我是M9 還可以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爆弓這一個角色喔 那如果你是公主連結剛開始玩 或是前半年就有在玩的玩家的話呢 那應該可以知道說爆弓就是這個三大弓嘛 我們那時候講的三大弓之一 那爆弓後來到底怎麼樣呢 那專武之後又怎麼樣呢 那我這邊就幫大家做一個解析 好 那我們首先一樣先看一下它的技能喔 那一技呢是單體的物理傷害並且必定暴擊 就是跟克總的UB一樣就是下去就一定是暴擊 那專武之後它會多兩下並且爆傷變成三倍喔 但是暴擊 必定暴擊不是三下都必定暴擊 是只有第一下是必定暴擊 就是原本的這一下是必定暴擊而且傷害變三倍 然後隨後會再追加兩下 所以它那個會有一個丟飛鏢的動作 它那個飛鏢下去呢就會是三個傷害 然後有一個是暴擊 然後另外兩個不一定是暴擊這樣子 那一定暴擊的那一個的傷害會是三倍 會是三倍的傷害 那一般的暴擊的話是兩倍傷這樣子 然後二技呢是增加自身的物攻 然後UB是單體的物傷並且必定暴擊 EX跟EXPLUS都是加物攻 那為了怕有些人不知道EXPLUS就是角色五星之後 EX就會變成EXPLUS 那動作循環算是比較普通的動作循環 就是五動一循環然後兩招各放一次這樣子 好那再來講一些使用上的方面吧 那其實遊戲剛出的時候它是曾經的三大功 那在前衛起飛之後 逐漸的沒落 因為以前打聯盟戰的時候 BOSS很常會對前衛造成傷害 所以就會導致說前衛扛不住的狀況出現 那可能就會說主力手會放在後衛的弓箭手 所以那個時候小勘啊 雅里莎啊 爆弓啊 都是聯盟戰很常出場的角色 但是在後來我們玩家的等級逐漸提升 練度逐漸提升 然後還有一些前衛的像克總啊 像毛衣衛之類的角色出了之後呢 呃 弓箭手就漸漸的沒落啦 那直到小勘出專武之後呢 才會說欸 小勘也不錯 小勘也是可以上場的一個角色這個樣子 那爆弓呢又怎麼樣 爆弓又怎麼樣 其實爆弓沒有專武的時候 就跟沒有專武的時候的小勘是一樣的 在聯盟戰是沒有什麼出場的機會的啦 只是很偶爾可以在PVP使用 不過那也是之前的事情了 現在的版本基本上我也是 沒有不太在PVP用爆弓這一個角色了 那專武之後其實輸出量提升非常的多 提升非常的多 但是物理輸出的角色其實真的非常多 就是物理隊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多 像母一米啊 像狗拳啊 像病驕啊 像小勘啊 等等等等的角色 物理隊的角色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那再加上說之後會出泳裝版本的爆弓 那爆弓的原版的爆弓上專武之後 它傷害又沒有泳裝版的自己還高 就是對 輸給泳裝版的自己 跟凱流一樣 輸給泳裝版的自己 所以就變成說 你的物理輸出不需要這麼多啦 因為爆弓它是屬於完全純物理輸出 然後除了物理輸出以外 基本上沒有其他的效果 所以當你需要一個弓箭手 就是當你需要放一個弓箭手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能會選擇小勘 或者是泳裝爆弓 這樣子 然後那爆弓就會被放到後面去 因為專武的話又要用愛心去升 愛心其實是一個很缺的資源 所以說並不是這一隻角色不強 但是問題是在於說有其他太多的角色 也可以上場 就是說 也許你用專武爆弓 跟用小勘 是差不多的 就是傷害量不會差太多 不會差太多 也許用爆弓還比較穩 因為爆弓有這個必定爆擊的效果 那小勘的話你還要拼臉 你如果說運氣很差的話 那爆弓上專武之後 搞不好輸出還可以高一點點 因為它必定爆擊 不用拼臉 但是 但是 呃 資源量的關係 資源量的關係 就是你真的為了這一點點的可能性 就是傷害提升這一點點的可能性 或是說 根本就沒有提升 差不多的傷害 然後去多練一個角色 是有沒有必要的 就是要去思考 自己的資源 有沒有辦法去承受 這樣子的消耗 看自己的資源有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子的消耗 那基本上我對這一隻的評價說 它不是絕對的一線 我這邊講的絕對的一線 就是說像母伊米 像病焦這種 就是你出物理隊 你這個角色 它就是T0 它就是Top 的角色 沒有什麼疑慮 那 它不是這一種絕對一線 但是它的輸出量是還不錯的 是還蠻高的 所以專武之後 它是有機會可以上場的一個角色 基本上我對它的評價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資源量 已經很多了 資源量非常的多 或者是說這個 呃 你沒有打算要抽擁抱 或幹嘛的 或者是 你所在的聯盟 會讓你很高的機率要出3隊物理隊 你如果會要出第三隊物理隊 然後物理的速度角色不夠用 的時候呢 那爆弓上專武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那專武前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考慮 專武前基本上就是不考慮 那爆弓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也是我覺得專武爆弓最尷尬的一個點 最尷尬的一個點 那你如果是老玩家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爆弓呢 其實他所有的攻擊都要等 他的二技 所有的攻擊都要等他的二技 他二技會加自己的物理攻擊力嘛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攻擊都要等他的二技 那爆弓原本的TP量 就是沒有上專武 然後也沒有被敵人攻擊到 就是他就站在那邊打 的時候 他的TP量大概是 他的UB滿 的時候呢 他會下一動 就做二技 就是TP滿了 然後他下一動就會做二技 然後 就是你就只要等一動 然後剛剛你就可以把UB射出去 大概是這樣子的時間點 但是齁 但是專武之後尷尬的地方在哪裡 專武之後尷尬的地方在於說 呃 專武有加TP 有加TP上升 所以說爆弓本身的TP量 TP速度也有增加 有增加 但是 爆弓卡在一個很尷尬的點 就是他的動作太慢了 他的技能的動作很慢 像狗拳就是屬於動作比較快的嘛 他揮一拳出去 然後到回來 然後到下一動 的這個間隔時間是比較短的 是比較快的 那有些角色就會比較慢 像母一米就很明顯的比較慢 他的大劍揮 的那個僵子的動作很明顯是 比較慢的嘛 就是相較之下 那大家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差距 那爆弓他是屬於就是 動作真的偏滿慢的角色 就會是TP上升這個數值的影響就會變小 這個數值的影響就會變小 因為這個數值主要是 你每一次動作的時候都會影響到 那 那他的動作變慢 就會導致影響的量沒有這麼的大 就變成說 爆弓的TP雖然變快了 雖然變快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快到接到上一次的 的那個二技 沒有辦法快到接到上一次的二技 就是說你的爆弓滿的時候呢 他的二技基本上也是 快要沒有或者是沒了 或者是沒了 那沒了的話你就還是要等 你就還是要等 就變成說 你這個TP上升有跟沒有一樣 我還是要等到 那一個動作 同樣一個那個動作 才可以開UB 所以就變成沒有差 那就是你上爆弓這個角色 你就還要再上琴姐啊 或者是像基塔啊這樣子 可以幫隊友補TP的角色 比較可以讓爆弓就是 去follow像他自己的那個二技的時間 buff的那個時間 所以就是我覺得爆弓另外一個 稍微有一點尷尬的地方啦 但是搭配好的話 輸出是相當不錯的 輸出相當不錯 尷尬的點就是在於說 為什麼要多練一個爆弓 為什麼不放母音米 為什麼不放其他的物理塑膠 為什麼要多練一個 尷尬的點就在這裡啦 所以說派得上用場的角色 只是物理輸出的角色真的太多了 這種純物理輸出的角色真的太多了 好不好 所以呢 這個角色是可以用啦 只是物理輸出的角色太多了 所以 你不會練這麼多啦 好不好 好 那基本上呢 這一集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